小男孩被这个禽兽骗上了车 几个小时后 这个禽兽从树林里走了出来 被一个小女孩撞见 只见他嘴上身上全是鲜血 第二天 警方发现了躺在树林里的男孩 他死前遭到性侵 内脏被残忍的啃食 所有的目击证人 监控录像和指纹 都指向一个男人 他就是小学的体育老师大山 大家没想到平时温文尔雅的男人 竟是个变态 想到自己的孩子每天和他待在一块 小镇上的居民彻底愤怒 就连大山的妻子和两个女儿 都成了过街老鼠 本以为案子就此盖棺定论 可没想到大山说案发 当天自己在一百公里外的地方开会 并且他的律师 还找到了当地电视台的采访录像 录像里大山赫然出现在会场 一时间警察也懵了 一个人怎么能同时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呢 于是办案警员拉夫来到会场周围调查 他从一个书店老板娘的口中证实 大山当天的确来过这 他之所以印象深刻 是因为大山翻阅一本冷门书 但最终因为价格昂贵没有买 于是拉夫带走了那本书 在书上采集到了大山的指纹 经过比对 跟案发现场发现的指纹完全一样 警察和地检官都呆着了 这是他们见过最离奇的案子 而想起始终一脸无辜的大山 拉夫开始动摇了 此时大山因为无法保释 正在监狱里受尽灵录 一筹莫展的拉夫只好重新梳理证据 他发现两个目击证人 一个是小孩 一个有金视眼 这其中会不会有偏差呢 但监控却把大山拍得一清二楚 只见他浑身是血来到酒吧借用洗手间 然后又打车回家 拉夫总感觉哪里不对又说不出来 直到他放大画面后发现 这个大山竟然对着镜头竖中指 拉夫这才醒目 这个人是故意出现在监控底下的 这是为什么呢 这时更多的物证化验结果也出来了 在案发几天后找到的大山的衣服和腰带上 提取到了部分棉液 起初警方以为那是大山的体液 但分析之后发现 那并不是来自人类 还有 这腰带上的指纹 相比之前的指纹明显比较模糊 而指纹变模糊 一般只有老人才会出现 这又代表什么呢 可惜时间不等人 这些线索不足以推翻指控 开庭的日子很快到了 面对如此离奇的证据 法官会怎样判决呢 然而 大山却没有等到那一刻 在法庭外 一个年轻男子突然出现 他朝大山开了几枪 拉夫赶紧掏出枪还击 男子被击毙 大山却被打中要害奄奄一息 他嘴里不停说着 我没有杀那个男孩 然后 他被送进了ICU 而在现场 没人注意到 一个头戴绿帽子 面容扭曲的男人 正在人群中冷冷旁观 当天夜里 大山的小女儿突然惊醒 他说自己看见一个人 那个人告诉他 他的爸爸死了 之后的几天 他总是盯着房间的角落看 可妈妈发现那里明明什么都没有 突然 女孩像受到惊吓一般 歇斯底里地喊道你走开 这天 他告诉妈妈 那个人说 爸爸死了 结果 第二天 被人枪击而送医院抢救的爸爸 真的死了 没几天 女孩又对妈妈说 你能不能把调查 爸爸的案子的警察叫过来 那个人有话要我带给他 妈妈为了安抚女儿 只好叫来了拉夫 女孩对拉夫说 那个人让我转告你 不要再查我爸爸的案子 否则会有不好的事发生 拉夫问 他有没说是什么不好的事 这种引导让女孩的母亲安娜很不满 正要带女儿走开 却被拉夫的妻子拦住了 他说这是要正确引导的 才能安抚孩子 他比较有经验 于是安娜便让他来 大力问女孩 那个人长什么样 女孩说 刚开始的时候 他长得和我爸爸一模一样 但我知道他不是我爸爸 因为他皮肤和爸爸不一样 而且他很坏 他想让我哭 第二次出现 他没那么像爸爸 而且穿得很邋遢 再后来 他的脸就变得很模糊 像被人抹掉了一样 大力安慰他 那既然话已经带到了 他以后肯定不会来了 女孩说 他已经走了 其实在场所有的大人 都以为小女孩是做梦 或者出现了幻觉 无神论者拉夫 更是毫不在意继续查案 然而就在那天晚上 大力夜里起来喝水 大力就经常梦游 他劝妻子在吃点药后 便继续查案去了 但大力却拿出纸和笔 他要把那个人画出来 拉夫这边 终于找到了最新的目击证人 他曾经看到过 作案车辆的驾驶人 但当拉夫问男孩 有没看清那人的长相时 男孩说没有 不过后来他经过 一系列思想斗争之后 还是提出 可以将那人的脸画出来 拉夫带着男孩的话回到家 看见妻子留下的话 他沉默了 两者竟然惊人的相似 大力回家看见后 也惊为天人 于是第二天 他便来到安奈家 他仔细询问小女孩后 拉夫相信那东西是真的存在 他很害怕丈夫会出事 而拉夫则再次来到安奈家 因为经过调查后 他认为 那个人是在一个月前 安奈一家前往带动度假的时候 悄悄跟过来的 拉夫问安娜 当时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安娜怎么想 也想不起来有什么特别 一家人基本都待在酒店 而小女儿却说 不对 爸爸的手受伤了 是去养老院 看望老年痴呆的爷爷回来后 爸爸的手腕就破皮了 对此 拉夫的同事决定找一个人帮忙 他叫豪丽吉布尼 一个在侦探圈里 被传的神不其神的人 他有异于常人的感知能力 他能看着马路上的每一辆车 在三秒内说出车子的信号 马力 生产年限等等参数 他只看一眼 就能说出一栋大楼高度 误差不到6.605 更重要的是 站在事发现场 他便能通过第六感 想象出当时的情景 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查 就这样 他带着众人的期望来到了带动 然而 他来到地方已经是一个月后 想看监控 早就没了 不过 他并不在乎 他来到一家养老院 本来想找凶手之一的大山的父亲 可工作人员因为他多问了两句 竟然直接赶人 说只有大山亲自来才能探望 原来他以为豪丽是记者 敏感的豪丽猜测 他一定在掩盖别的丑闻 而不是大山的案子 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 大山已经死了 果然 豪丽从当地新闻中查到 这里的一名护工 性侵并杀害了两名女童 手法和大山案件一样残忍 并且护工小黑同样有分身出现 也就是说两起案件如出一辙 重点是 时间就在大山离开戴顿之后的几天 两人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呢 然而 小黑却没有给豪丽调查的机会 当天夜里 监狱里的他 突然割喉自杀了 没办法 豪丽只能在下班时间 再次找到那个女护工 不料女护工把尾随的豪丽 当色狼喷了一脸的胡椒碰 还好在了解情况后 护工把他带回家 并讲述了小黑的事 首先他说 那天本来在休假的小黑 突然来到养老院 他发现小黑似乎和平常不一样 话很少 而大山的父亲正是归小黑管理 大山那天也正好去了养老院 那很明显 大山的手是被小黑抓上的 至于之后 小黑对威廉姐妹下毒手 他也感到很困惑 但小黑的母亲说 小黑一直待在自己身边没有离开 豪丽基本可以确定 这个案子和大山的案子 有着巨大的关联 而其中关键 真的是手被抓破吗 这样就能传染吗 随后豪丽还是想办法 见到了大山父亲 可这老头满嘴胡言乱语 已经完全痴呆了 于是调查只能回到小黑身上来 如果说小黑把那东西 传染给大山的话 那又是谁传染给小黑的呢 于是他回到女护工的住所 终于追问到大山 曾去纽约度假的消息 并且还找到了一张明信片 豪丽立刻回去搜索 果然在相应的时间和地点 真的发生了一起类似的凶杀案 只是这次的凶手 是女人而不是男人 于是豪丽立刻前往纽约 在监狱里 他看见了那个女球 他之前是一名酒店前台 他看见小黑的照片说 是有点印象 因为小黑曾死缠烂打追求自己 可自己并不喜欢他 还放了他的鸽子 然而在女球看不见的角落里 另一个自己并没有放小黑的鸽子 而是和小黑共进早餐 吃完后一起回了酒店房间 期间女人的手指 抓破了小黑的后背 此时豪丽问女球 你知道真凶是谁吗 女球且告诉她 假如我说出来 他们会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去 就在这时探望时间到了 女球匆匆离开 不过隔壁桌一个神神秘密的女人 却悄悄给豪丽递了一张字条 豪丽来到她的家里 这女人神神叨叨一看就是个神婆 她开门见山地问豪丽 你小时候不睡觉 父母会怎么下你 豪丽不可置信地问 你是说这个人是睡仙吗 神婆说 睡仙 睡母或者其他都好 父母会说 再不睡觉 睡仙就会吃了你 其实只要人们相信 这些东西就真的存在 不过她有一个更恰当的名字 是伤者 当小孩被吃掉后 她会留在附近吞噬家属的痛 豪丽想起 第一个男孩的哥哥枪杀了大山 父亲上吊 威廉姐妹的母亲自杀 而小黑的母亲 也因危险驾驶送了命 而最后一个小男孩的外公 杀了凶手全家 如此看来 这个神婆说的有点道理 对于异于常人的豪丽来说 她是相信的 事后 她查阅了各种传说 竟然把案件的各种疑点 一一解释通了 可她要怎么向聘请 自己的警察汇报了 正当她来到墓地里 想要寻找更多线索时 一个男孩吸引了她的注意 交流后她发现 这个男孩似乎在忏悔 自己害死了威廉姐妹 她想问更多的细节 而男孩却匆匆走了 她只好拍下几张照片 第二天 豪丽正要离开时 却撞见那个男孩 想要枪击一名男子 男孩拖了很久 直到警察到来 他却突然向警察开枪 结果瞬间被击毙 他死后警察发现 他的枪里面根本没有子弹 他那是故意寻死 是什么情况下 他自我了断都要靠别人了 毫厉想不通 但他发现 这个男孩的后警 长满了水泡 这个警察因为随地消灭 结果看见了不干净的东西 这里是骨仓 一起凶杀案的第二现场 当他来到里面时 一个人影出现眼前 他被吓得手电都掉到地上 他赶紧捡起手电掏出枪戒备 可就这一砸眼的功夫 那人影消失不见了 突然后警传来剧痛 像是什么东西狠狠砸了他一下 紧接着便是两下三下四下 大壮回到家 他拿起镜子向后警照去 注意看他此刻的表情 非常诡异 此后发生的事情更诡异 他好像成了仆人一般 每天都要打一头鹿 或者别的动物 丢在树林里 没多久 动物尸体就被砍尸掉大半 大壮似乎在供养一个 看不见的主人 而且这个主人 还特别能花大壮的钱 大壮来到超市各种家具买买买 然后送往树林 可是一步高兴 这个主人还是会对大壮拳打脚踢 大壮很痛苦 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因为他实在没办法摆脱那东西 这天 大壮收到新任务 去杀一个叫豪丽的女人 因为豪丽是一名特殊的私家侦探 他经过调查了解了很多那东西的真相 而大壮正好收到上级的命令 前去车站接豪丽 不过 在简单了解了豪丽后 大壮决定不对豪丽动手 因为他也想一起回警局 听一听豪丽的调查报告 他想看一看是否有自救的方法 警局的会议室里大家翘手一盘 而台上的豪丽却非常紧张 他知道自己接下来说的话 别人不但难以理解 还很有可能把自己放成神经病 他说一共有三起杀害儿童的案件 首先是本地的大山 大山在24天前曾经去过戴盾 在那里他被另一个杀人者小黑抓伤 而小黑在23天前曾经去过纽约 他在纽约认识了一个女孩 那女孩也在当天杀害了一名男朋友 三起案件都有两个共同点 首先 案发现场都留下了DNA和指纹 第二 在作案的同时 每个人都有人证和视频录像 提供他们在数十公里外的不在场证明 也就是说他们都有分身 另外 23或者24天并不是巧合 而是一个固定的周期 那个东西通过伤口传染 24天左右就会成熟 时间一到 行凶似乎是必然的 众人此时非常疑惑 说了那么多 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这时豪力深吸一口气继续说道 不同的文明对他有不同的称呼 变形者 夺射者 或者双重身 而美国的家长习惯称他为睡仙 众人傻眼了 小时候他们的父母都会吓唬他们说 再不睡觉 睡仙就把你抓去吃掉 可毕竟这是神话传说 一向出众的豪力 这毁毁了他们的三观 律师赶紧带大山的妻子离开 可安娜却说自己想听下去 于是豪力继续说 我们当务之急 不是追溯传染的来源在哪里 那没有意义 因为源头 可能在盘古开天地时期 我们要做的事 赶紧找到最新的感染者 设法毁灭他 不要让他再出来害人了 可这时安娜却彻底发飙了 他是来帮王夫洗刷罪名的 而不是来听他讲童话故事的 随后 这次报告会不了了之 信与不信的人各办 而大力对此深信不疑 他向豪力询问了不少细节 身后的大壮却突然脑袋嗡的一声巨响 随后他看见左手出现四个大字 Stop Heart 回到家 大壮死去的母亲 突然出现在眼前 然后对着大壮就是一顿毒打 这就是那东西 对大壮违抗命令的惩罚 内心的绝望 远比身体上的疼痛更加痛 这一刻他决定彻底服从内的东西 明天一早就去找豪力 此时豪力被大力邀请到家里过夜 在白天这群人中 拉夫是最不相信鬼神的 为了说服他 豪力叫大力拿来透明胶和彩色记号 随后 他将涂了颜色的胶带贴在昨天刚买的iPhone14上面 然后打开手电功能 罩在餐桌和椅子上 只见那个区域亮了 这正是那东西的残留物 可警察在骨仓发现的看上去一致 这证明了那天夜里大力并没有出现幻觉 而是家里真的来了一个东西 拉夫虽然还在嘴硬说 要经过化验才能确定 但在背地 他已经悄悄调查起 大山的下一院睡下来 从酒吧的监控中 他看见大山似乎抓了长脸的手一下 就在今天早上 大壮从地上醒来 只见他屋里全是血 家具东倒西歪 他打电话给豪力说 我在办案时曾在骨仓看到一些东西 之前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直到听了你昨天说的话 我终于明白了 你真的应该跟我去看一下 于是豪力匆匆出门了 大壮则给枪装好子弹 路上 大壮给豪力的感觉似乎有点熟悉 为了试探他 豪力故意将纸巾掉在地上 大壮弯腰去捡食 他看到大壮后颈的水泡 豪力倒吸一口凉气 他借口说要回去拿点东西 却被大壮强行打住了方向盘 另外一边 发现豪力不见了的拉夫 试图拨打电话 可一直打不通 从同事那里得知 他和大壮走得近 可大壮的电话也打不通 于是他们只好来到大壮家 刚进门就被满墙的血迹吓到 他们暂时无法确定血是不是豪力的 只好立刻全境通缉大壮 车上 大壮开门见山问豪力 为什么他选择了我 对于豪力昨天的调查报告 大壮是听得最认真的 所以他知道自己现在怎么回事 也知道豪力已经知道了自己怎么回事 豪力只能告诉大壮 他是被痛苦吸引的 一个人活得有多丧 就有多吸引那东西 豪力安慰大壮 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呢 可他心里清楚 自己根本没有办法 到时候大壮就会杀了自己 于是 他只好把车开进加油站 谎称要上厕所 豪力拿起自己的包 却被大壮拦住了 豪力只好告诉他 自己来立架了 关上厕所门那一刻 豪力再也忍不住大口喘气 他打开包翻掌 确定备用钥匙还在 然后他试图爬上窗户 可这窗户有点太过结实了 这时 车上的大壮已经有点不耐烦了 他下车悄悄来到门外 突然 他听见玻璃被打碎的声音 撒腿就往后面跑去 豪力则打开门 快速冲上车 大壮中计了 豪力关上门的那一刻 大壮也跑了过来 他扬起手里的钥匙 表示你跑不了的 不料豪力瞬间发动车子 一脚油门逃跑了 大壮气急败坏的 在后面疯狂开枪 此刻 他已经彻底和人们决裂了 大壮很绝望 他来到树林 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是那个东西 让他下不了手 豪力没有怪大壮 他知道大壮生不如死 同时 豪力告诉众人 之前他一直以为 那东西只是小孩 但他忽略了一点 那个东西 每次变化的中间阶段 也要进食 也许这就是大壮的职责 大壮刚失去妻子 很容易被趁虚而入 而且他的枪法很准 正好给他充当枪手 没多久 一张照片 让拉夫被千夫所指 始终不相信 豪力的他 隐瞒了大山 抓伤长脸的截图 当途被大力看见后 他与豪力一起 对拉夫破口大骂 一点都不顾全大局 万一长脸 真的被感染 那是要死人的 于是 商量过后 大家决定去找长脸 可长脸因为最近状态不好 已经辞去了酒吧的工作 回老家去了 其实这很可能是那个东西 影响他的大脑座的决定 因为他要打一枪 换一个地方 这是他不想引人注意的策略 这个男人因为开车 没刮胡子 被警察抓走 他的弟弟来到警局 录视这帮无理取闹的警察 仗着自己游脸 他说话特别大声 结果被一个电机电晕过去 直到另一个城市的警察到来 他们才知道 警察这么做 都是为了保护 他的哥哥长脸 因为再过两天 这里可能出现长脸的分身 然后在这里大肆残杀小孩 倒是一切都会算到长脸头上 他们问长脸最近感觉怎么样 此时的长脸都快哭出来了 终于有可以倾诉的对象 这段时间 他总感觉每个角落 都有一双眼睛在看着自己 而且他整个人浑浑饿了 还性情大变 自己都快不认识自己了 拉夫等人决定在长脸家住下来 说是为了保护长脸 其实他们也想看下 另一个长脸会不会出现 毕竟一切都是他们的推测 因此他们时刻关注着当地的新闻 直到第二天 警察找上门来说要逮捕长脸 众人疑问之下 才知道 昨天在旅游区 一个戴着狗脸面具的游客 骗一个小孩说 前面的山洞里又剑是虎的爪子 问男孩要不要去看 男孩一听 兴奋不已 当下就答应了 还好男孩的姐姐 认出了戴上面具的弟弟 他意识到不对劲 第一时间便大喊起来 很快面具男被人拦住 男孩的爷爷赶过来扑倒面具男 男孩得救了 虽然面具男趁乱逃脱 但现场有人拍到了他的脸 警察就是凭借这张照片找到了长脸 这回 拉夫彻底相信了豪里的话 那个东西真如豪里所言 不仅真的存在 而且时间一到 他就出来觅食了 由于有拉夫等警察 提供不在场证据 长脸这才留了下来没被带走 同时 拉夫等人前去见了小男孩一面 从他口中得知 那个东西要去的山洞的特征 根据这些特征 熟悉本地地形的长脸的弟弟 猜到了具体位置 于是众人决定前去抓捕 但鉴于那个东西能与长脸的 眼耳鼻舌深意共通 因此为了断绝两者之间的 色生相畏触发 豪里安排律师戴长脸暂时离开 为的是不让那个东西知晓几人的计划 然而 他们出发后 律师一不留神 大嘴巴的弟弟却闯祸 他见众人风声鹤唳 认为有必要把状况和哥哥说明一下 然后提醒哥哥小心 结果 哥哥直接发飙 他说 你是不是傻 那个东西现在就在我脑海里 你跟我说这些 会害死他们的 律师赶紧打电话 通知大家 可山里面没有信号 手机根本打不通 无奈 三人只好立刻出门 试图追上众人 而此刻的山上 大壮已经架好枪 等待几人的到来 几人开车来到山里 然而刚下车 隐蔽在远处的男人砰的一声 打死一名大胡子 众人纷纷躲避 几人都是警察 但他们却毫无还手之力 因为他们知道 开枪的是自己的同事 是全局枪法最好的警察大壮 他继续对着地上的大胡子连开竖枪 之所以互相残杀 且毫不留情 是因为在大壮身后的山洞里 有一个东西在嘶吼着 找到掩体后 拉夫等人开枪还击 可这纯粹是浪费子弹 因为他们连大壮的人影都看不清 想叫增援 手机却没有信号 拉夫只好试图和大壮谈判 奈何大壮根本不理他 就在这时 意想不到的支援道 可他们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拉夫等人赶紧叫他们往前开 直到大壮的子弹送了 然后一枪 牛仔男硬声倒闭 长脸大喊一声 冲过去把弟弟拖到一边 大壮喝了一口酒 他越杀越兴奋 这时白衬衫决定和豪力告别 他是豪力的男朋友 因为担心豪力特地过来帮忙的 他跑上一辆车 低着头插入钥匙 他知道 必须到有信号的地方叫增援 否则在这里只会等死 可砰的一声 子弹穿过玻璃 不过并没打中 汽车成功发动 并且已经动了起来 可大壮也在继续瞄准 豪力紧张地看着男友 心都要跳出来了 只听喷的一声 车子停了下来 周围安静地可怕 豪力再也等不了了 他要冲出去救人 律师拦住了他 而大壮瞄准邮箱 只用了两枪 汽车爆炸 火焰瞬间吞没了车子 豪力绝望了 也彻底怒了 他不顾一切地冲过去 对着大壮的方向喊道 我诅咒你下地狱 这话让大壮瞬间清醒了不少 恰好这是一条响尾蛇 对他虎视眈眈 大壮竟然变得兴奋起来 他期盼响尾蛇 能给自己来上一口 果然 响尾蛇不负众望咬了上去 与此同时山洞里的人大喊一声 似乎受了伤 也因此对大壮的控制有所松懈 大壮晃晃悠悠来到几人面前 然后一枪打爆了自己的脑袋 这一仗几人险胜 但却是一条响尾蛇的功劳 他们来到洞里 终于亲眼看到了那个东西 他回过头 你们也会死在这里 豪力问他 为什么要作恶 他说这就好比你们吃肉一样 我也要进食我也要活着 只不过你们吃的是动物 我吃的是人而已 豪力怒了 问他为什么选小孩 他说因为小孩更鲜美 大善一听怒不可遏的要上去揍他 但却被豪力拦住 因为他的身上有毒 这个时候长脸进来了 看见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他被恶心到了 他非常激动 豪力提醒他不要开窍 否则这里会坍塌 长脸瞪着那个东西 只见那个东西闭上了眼睛 似乎已经读懂了长脸的心思 果然长脸还是开枪了 一瞬间 头顶的石头纷纷掉落 三人纷纷躲避 片刻过后一切归于平静 那个东西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长脸脚步受伤 豪力拿来一把刀 扎在那个东西的胸口 确保他已经死透 然后两人搀扶着长脸往外走去 可是突然 拉夫看见两个鬼魂挡在自己前面 他立刻停了下来 他知道那个东西并没死透 而自己已经成了下一个大状 一瞬间 拉夫似乎对这个东西无比了解 他对那东西说 我知道心脏不是你的要害 脑子才是 我还知道你现在很虚弱 所以你的控制力很弱 我现在就趁你病要里面 果然 那个东西不再装死 他缓缓睁开眼 容貌不停变化 把现场的所有人都变了一遍 拉夫拿起一块石头 砸碎了他的脑袋 这下睡先彻底睡过去 但没了他做证据 要怎么向诗人解释这一切呢 于是拉夫开始交几人串供 串供如下 大胡子和长脸都接到匿名电话 因此才把大家引到了那 这就解释了大家到树林里的原因 那为什么会接到匿名电话呢 因为长脸之前找过大胡子 说自己后来看见一个很像大山的人 因此怀疑凶手可能不是大山 而这是正好被大壮知道 而大壮正好受所谓的 酷似大山的神秘人的控制 于是大壮和那人开始策划 打匿名电话说有神秘人的线索 将大胡子和长脸引过来 导致树林里发生枪战 这样一来 不但一切都解释通了不说 还帮大山洗脱了嫌疑 并且大壮和大胡子的话 都是死无对证的 一切只需要长脸 撒得谎就万事大吉了 其实从万夫见鬼开始 都是我个人缘的故事 因为原片真的没看懂 对于这么用心的解说博主 你们真的不点赞关注一波吗 至此 这部一厢课 或者叫局外人的解说就全部结束了 该片是我的偶像斯蒂芬 今的小说改编的 没有看过你的欢迎 去找原片或者小说看一看吧 拜拜